歡迎收看熊媽吉系列 我今天請到的這個好朋友呢 是我們的七七老大 有中醫背景的喔 嗨 大家好 我是七七老大 我跟你講你是我頻道 有史以來請到的好友裡面 是最有知識的 你平常頻道的朋友都是 比較智障 全部被打雷 沒有 我喜歡跟一些比較ㄎㄧㄤ的 比較搞笑的人當朋友 我喝了酒 真的嗎 喝了酒大家都會變智障 我跟你講 我們今天就要聊一聊說 只無可喝酒完之後不會變智障 因為你知道喝酒完之後 因為大家也知道我陳哲有個新聞就是 喝醉然後被人家新娘爆 啊 對對對對 太紅了 而且你的姿勢還很唯美 我覺得真的 然後一定要露一劫妖 我要感謝記者大大也幫我 就已經醉成這樣了 這麼醜還可以幫我拍到這麼多 不是說是一些奇奇怪怪的姿勢 或者是什麼肥肉擠出來 沒有欸很唯美 當時還算瘦 好沒有啦 因為其實我覺得 小酒是可以引起 對 就是可以增進好友的感情 比如說今天我們兩個很尷尬 喝了幾杯黃湯之後 欸大家就了嗎 對 大家就相處融洽 氣氛整個都變得好 對 以酒會有 像我上次不是在酒吧就遇到 對對對 就是剛好 剛好被拍到的那一天 對對對 好險你閃得快 差點變第六男這樣 差點 差點 其實我也不會耶 大家都知道我會喝酒 因為都已經被拍到這麼多次 我說我不會喝也是蠻假的 可是我所謂的不會喝是 我酒量很懶 你本身愛喝什麼酒 對 我本身喝威士忌 喝巴嘎我也喝 但是我紅酒的紅酒 跟你剛好相當 喔我是 我是個人是 偏愛紅白酒 耶哥稍微會喝 你不能講說你 比較喜歡喝紅酒 因為你這個頻道 我很看好 未來會介紹很多酒店 我跟你講 所以他其實什麼都喝 沒有 我還有一個強棒叫愛與沙 之後我那個酒類的那個是跟他搭配 他什麼酒類喝 而且我跟你講 不信我之後跟他組合 我們邀請你來上 你一定喝不贏他 你酒量好 我酒量還好 我跟你 差不多 欸什麼 柿子挑軟的吃 對對對 果然很聰明 那我們今天就來教大家 如何喝酒 喝什麼酒 比較不容易宿醉 或者是要怎麼喝 比較不會宿醉 對 然後再來就是 如果真的宿醉了 要怎麼解宿醉 因為有時候可能真的人太多 因為這個 這個對於一般人太重要了 太重要了 你知道宿醉隔天 當下喝酒的時候 多開心 越喝越開心 越夜越美麗 隔天想死 首先要知道什麼叫做宿醉 你知道嗎 喝一杯酒下去 例如說紅酒 你愛喝嗎 我愛喝 我可以喝一瓶 你喝一瓶 200CC好了 你以喝一杯200CC下去 你身體流失掉的水分是很四杯 也就是800CC 所以你的身體是非常缺水 真的 喝完酒的隔天都會很瘦 對 而且喝紅酒隔天氣色會很好 因為整個都服貼 對 但是你身體那時候是很渴啊 對 就跟你很久沒交男朋友很苦 很渴 很渴望 交男友 所以你的身體是很渴望水分的 然後再加上你尿尿嘛 你的電解質 吶和甲都流失 所以你的身體 你的大腦那個時候 是滲透壓很高的狀態 所以它會造成一種疲憊 造成核心 會想不忘 或者是病炎炎神 口乾舌燥 對 會覺得很像自己發燒 尤其是太陽穴這邊 會這樣子 所以兩件事情 就是水分太少 還有定解質不夠 所以如果當時這樣子的時候 我馬上喝大量的水 是有幫助的 有幫助的 因為我其實上網有查到一些 解宿醉的偏幫 那我今天來問 詢問你 因為你畢竟你是有知事情 首先我先問台灣的 因為比如說 我喝了酒隔天 很痛苦很想死的時候 朋友就會說 這時候你就要來一杯回魂酒 但不要太多 太多人這樣講 一杯SHOT就好了 對 然後比如說你喝喝什麼 他們就會講說喝威士忌 最濃的酒 最可以解宿醉 你覺得這是真的嗎 我覺得這個 比較偏向是一種天方 但是它是用一種什麼感覺 你知道嗎 喝了酒之後 讓你的身體再亢奮 所以讓你把那個不舒服壓下去 但它對於身體本身 它是沒有什麼效果 它是根本沒有解宿 而且因為那邊 一杯那麼濃 你喝下去 又嗨了 感覺好像沒有不舒服 對沒有不舒服 其實你身體會 繼續走向疲累 然後還有就是 為什麼人家說要喝運動飲料 一樣啊 就是電解質 但是我告訴你 運動飲料的太多了 你知道真的要喝要怎麼喝嗎 是要把它一半倒出來 然後再加水進去 水和那個基本上 1比1 或者是水更多 2比1 那如果直接喝會怎麼樣 直接喝就是太濃了 你身體反而不會不舒服 反而反效果 有沒有運動完之後 其實喝運動 也要喝到越喝越好的經驗 我是不喜歡喝 我可能喝一兩口 我就會開始喝水 因為我覺得好甜 對啊那你這個也是套的概念 對 就是1比1 這個是身體最好吸收的 那我們韓國有查到 是蜂蜜水 那我之前台灣有提過 蜂蜜檸檬水 這個都是ok的 我覺得蜂蜜水是ok 原因是因為 可以 因為檸檬電解質 然後蜂蜜也是可以 增加電解質 和水調在一起之外 它還有另外一個 它可以幫助你的胃 沒有那麼不舒服 不要那麼噁心 反味 你回魂酒好多了 我覺得這個 對 然後再來就是日本的 他們是說可以喝那個 辣味的湯 對 然後還有酸膜 熱湯也是很好 來 但是不能是羹湯 一定要是清湯的那種 清湯 然後是比較清淡的 也不能是什麼紅燒的那種 對 而且其實它還有另外一個特點 叫 你知道中暑的人 日本是要喝什麼東西嗎 就是喝味噌湯 所以其實 中暑跟宿醉是一樣的感覺 就是你大量的體液流失出去 對 都是大量缺水 對 電解質就沒有了 所以喝熱的湯 包含那個什麼 韓國的大醬湯 喔 也很鮮 對 很鮮 但是清湯喔 然後你的味噌湯也是清的 不是勾勾的嗎 對 它是喝水下去再喝電解質 所以我覺得這夠好 難怪喝酒 比如說那種居酒屋 因為他們的食物都做得特別實 對 酸梅湯其實也是一樣的概念 那它因為它有酸度嘛 對不對 它一樣也有它的鈴離子 和小離子帶 所以一樣 它把它加在吃 加在水裡面去泡 一樣就是不同 那要泡水嗎 一樣泡水 所以酸梅湯烏梅湯都可以 只要是有酸的 你反而如果是酸梅湯 直接吃的話 我覺得效果比較不好 好 再來是比較遙遠的喔 孟加拉 孟加拉它是說喝椰子水 因為他們那邊盛產椰子 其實我跟你說不只孟加拉 泰國 對 連同泰國馬來西亞那些 因為我去那邊喝很醉的時候 人家直接給我一顆 是有效嗎 有效的 因為為什麼 因為這個其實它有一點 我以為只是清涼退火 中醫的理論 因為喝了酒之後 你有沒有感覺 尤其喝威士忌這一類的東西 它喝完酒都是很熱的 所以其實喝椰子汁一樣補充水分之外 它可以幫你把這個多去掉 所以是降火性 那那個白肉要吃嗎 椰子水是最好 對 吃椰肉的話 它有一個問題 你知道一顆椰子它很變態喔 它的水是良性的 對我們的身體 但它的椰肉是熱性的 所以其實吃肉 它會補充一些離子 但是熱的 就是你已經熱了 所以最好的也是椰子水 如果你真的要吃肉 吃一點點 除非你沒有宿醉 你就可以整顆吃 對 就是真的是想吃清涼 好 再來義大利 義大利人他們是喝Gay咖啡 我告訴你喝咖啡也有道理 因為喝咖啡是提神嘛 常常病奄奄的 我們隔天 艾綑 對 艾綑 它是一個提振精神的 那這樣子喝蠻牛也可以喔 如果宿醉 它是維湯滴酒 也一樣是提振精神的 喔 再來是羅馬尼亞 很遙遠了 他們是喝牛味湯 但是我本身不敢吃 牛味什麼 牛的內臟 內臟 內臟湯 那個是OK的嗎 因為一樣 牛的胃 牛的內臟 它一樣有非常高的意思 那豬的可以嗎 還是一樣 反正就是各種內臟就對了 但是台灣人不會喝牛味湯吧 有 台灣人不是很愛喝那個下水湯嗎 是現在喝很醉 然後不是喝醉酒 會送完飯去吃宵夜 趕快去喝下水湯 隔天可能比較不會宿醉 會這樣 我覺得有機會 有可能 你可以試試看 但要試試看 大家觀眾試完之後 再告訴我們 我們不想試 因為我覺得這可能會吐 吐出來 威士忌混著 吐出來之後 就不會宿醉了 阿對對對 因為我會宿醉 就是因為我喝再醉 都吐不出來 為什麼 我覺得是體質的問題 就是吃進去 我覺得 我不會這樣子 而且這樣感覺很傷喉嚨 沒錯 它喉嚨已經很爛了 不要再用這一個方式 好 最後一個 你有沒有看到我面前擺的這個陣仗 我覺得很可怕 沒有 沒有懲罰 這個是美國人的解術最偏方 它叫做 草原牡蠣 它就是用蛋黃 然後再加黑胡椒 番茄汁 還有辣椒醬 聽起來是大冒險吧 我等一下我就會去Google 有沒有這個東西 然後發現沒有 你發現沒有的時候 我們已經走了 你來不及了 然後呢 它就是要把這個番茄汁 蓋到這個蛋的這個上面 OK 蓋滿它 對 蓋滿它 這樣蓋滿 這樣可以可以可以 OK 蓋滿 好 然後呢 加這個 胡椒啊 胡椒粉 你要加多少 這樣夠嗎 你真的以為這跟我吃西餐喔 你隨便你想加到 這樣夠嗎 我怎麼樣子都覺得不會好喝 怎麼樣都覺得怪 再來辣椒醬 你本身吃辣嗎 可以 那你要多辣 這樣夠嗎 這樣夠嗎 好好好 OK 哇 因為我本身不吃到 我一定吃到 OK 我們就像是 我們平常在喝Shot的感覺 所以它就像是 在吃牡蠣的感覺 對 因為它是整顆那個蛋 像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不敢吃牡蠣 可是我們這個就是夾牡蠣 微牡蠣的感覺 OK 好 來吧 直接Shot Shot起來 乾啦 這麼一早就Shot欸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欸 不敢喝欸 你幹嘛咬 我不敢咬欸 你直接把蛋吸進去 對啊 跟你講很好喝 欸 蠻好喝的 它把蛋弄破了之後 它爆開來 跟那個 跟番茄汁混在一起 真的 欸 有一個那個 很瘦欸 鹹辣辣的感覺 欸我覺得這個可以在酒吧賣耶 真的好像不錯 對啊 人家以為是煮拔 馬蛋其實蠻好喝 而且我覺得它還可以 依照你的口味做調配 真的 我剛剛 有一個吃法國菜 對 有欸 欸 美國人聰明喔 你們很巧喔 好不好 所以這個真的有 有 解數罪 真的可以嗎 可是我覺得我怎麼想 我都覺得很不太好 怎麼說 可是你剛剛不是說辣可以解數罪 這個可以 番茄 對 番茄是可以 因為 一樣中暑和番茄是超好的 啊胡椒粉呢 胡椒粉還有一種 應該是增加的一些 它會讓你 這兩個東西是讓你 新陳代謝 因為它是辣 新辣的東西 對 要教你們一早 很厲害的 怎麼怎麼 增加酒量 結束最最厲害的方法 趕快告訴我 有一種中藥材叫做 葛根 還有葛花 葛根和葛花 它拿去煮水之後 對 你兩個時段喝 就是要喝酒之前三五小時喝 還有就是要喝酒以後 大概一樣也是 隔天 對隔天 隔天 喝 它效果超好 因為我有一支影片 結果 或者是說應酬前 可以吃那個薑黃 那也是 薑黃 那薑黃是喝酒前喝 喝酒後喝沒有用 喝酒後吃沒有用 它要結束就你的效果比較差 它增加酒量的效果 好 所以就是薑黃 還有剛剛七七老大講的 葛根葛花 還有這個草原牡蠣 還有我們剛剛講的 所有的解宿醉的方式 大家都可以嘗試看看 看你們喜歡哪一種 那如果呢 你們有更多更奇特的 或是我們剛剛上述沒有講到的 解宿醉的偏方 或是增加酒量的方法 你也可以歡迎留言給我們 謝謝 那喜歡我們的頻道的話呢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追蹤我們的IG粉絲團 掰掰 感謝大家掰掰 감사합니다